- 什麼事件都可以拿來保險? 這個誤會大了 訪王今天就藉著中國大陸在2012年到2015年 引起一股熱潮的脫光險 也就是脫離光棍險 來跟大家聊一聊 到底什麼是保險 什麼不是保險 在2012年到2015年間 中國大陸曾經推出了一種商品 叫做脫離光棍險 或者俗稱的脫光險 它販售的時間都是落在11月11日 也就是光棍節的前後 這個商品推出之後呢 引起了相當大的聲量 它的商業模式大概是這樣子的 只要預繳一筆 短角性的保險費 它是一次性的保險費 費用在399塊人民幣左右 只要和對象交往滿3年 最後結婚了 保險公司就會支付給被保險人一筆 結婚祝賀保險金 並且給予被保險人 許多關於結婚活動的優惠領券 但是這個商品 雖然造成了很高的聲量 最後卻沒有熱賣 原因是根據英國的調查 平均情侶交往2年9個月就會分手 如果為了要領取保險金 雙方必須要交往滿3年 而且交往滿3年 最後還必須要結婚 這個實在付出太大的代價 在年輕人的想法裡面 如果說兩個人適合 未必要結婚 兩個人不適合 更不可能結婚 而且是會走向分開的結果 只為了保險金 必須要勉強跟自己的對象 在一起三年都沒有感情了 那這樣子的話 實在是犧牲太大了 所以說這個商品 最後並沒有造成熱賣 寶王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 這個商品雖然以保險為名稱 但它卻不是真正的保險 理由有以下三個 第一個 結婚不是真正的風險 一般我們所稱的保險上的風險 都是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的事故 所帶來的損失 例如天災 例如戰爭等等的人禍 而結婚 是男女經過一段時間交往之後 決定共度一生 本身是一件喜事 因為要辦理這件喜事 所支出的 宴客、婚禮、蜜月、聘金等等的費用 都是為了成就這件喜事的必要支出 雖然經過交往而結婚 本身也具有不確定性 但是這個不確定性 跟一般的保險中 保險事故都是屬於不幸的事故 例如說車禍 例如天災 例如生病等等 還是性質上是有差別的 而如果因為喜事所支出的費用 都可以來保險的話 那麼常常我們在升職加薪的時候 都會被要求請客 或者是股票賺錢的時候也被要求請客 這樣市場上是不是也會應運而升 升職加薪險、股票獲利險呢? 如果是這樣 整個保險市場的秩序就大大的破壞了 第二個 結婚這種事 人為可控的可能性太高了 雖然說交往最終可能分手 也可能走向結婚 但是畢竟分手和結婚都是自由意志可以控制的 當一個事件是自由意志可以控制的時候 它就和保險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的本質相違背了 因為自由意志可控制 原則上它就不是一個不可預料的事故 過去台灣曾經推出了高爾夫球的一肝進洞險 也就是高爾夫球的球友在球續的時候 打出了一肝進洞 他就必須要宴請所有的球友 並且製作紀念球來分送給球友 這筆的支出可以由保險來加以承擔 有趣的現象是 這種險它的賠率甚至有超過百分之百 平均的賠率也都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那麼這樣子的情形其實非常的耐人尋味 類似的險種會不會因此而造成保險詐欺的空間 其實是可以討論的 第三個理由 脫離光棍險比較是保險公司 純粹為了套利而推出的商品 因為脫離光棍險所繳的是一次性的鈍腳保費 而且在三年之內都不可能有賠款 在三年之內保險公司都可以運用它收進來的現金 去投資獲利創造更多的業外收入 最後的贏家還是保險公司 因此不是什麼商品 以保險作為名稱 它就一定是保險 它就一定符合保險的條件 我們還是要看它商品的本質慢慢來分析 這樣子大家了解了嗎 這個誤會大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